有这样一个画面相信大家还记忆有心 因为就在去年年底 12月17号的凌晨 一个大火球 拖着长长的橘红色的尾燕 掠过神州大地 仿若是熠熠生辉的星辰 落入了当年神州飞船着陆的地方 就是嫦娥5号的返回器 当时嫦娥5号返回以后 返回到咱们这个着陆点以后 我就在现场离得很近 最近我还摸了光 当时是一个什么温度 当时已经落地以后 已经没有什么温度了 我发现就是这个 嫦娥5号的返回舱 比咱们这个神州飞船的返回舱 要小很多 听在场的专家说 这个嫦娥5号返回器大小 相当于咱们这个 神州飞船的返回舱大小 到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 那很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